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盗墓笔记之蛇爪鬼域的原著解读 上期说到,吴邪、闷游瓶、阿宁以及黑瞎子准备去传说中的塔木陀一探究竟 阿宁找到了当年给陈文锦带路的向导定主卓马 并从他的口中得知,塔木陀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国 路上定主卓马还偷偷告诉吴邪与闷游瓶 录像带其实是陈文锦托他寄出的 而陈文锦已经前往西王母国 他会在目的地等待吴邪二人 如果超出十天等不到,他就会自己进去 另外,他还留下了一句古怪的话 什么他就在你们中间要小心之类的 一番话听的吴邪是云里雾里 他连忙追问闷游瓶,却被闷游瓶告知不告诉他真相,是为了保护他 吴邪一听也不好再追问下去 一番驰骋过后,队伍来到无人区的沙漠 由于恐怖的沙尘暴 吴邪和其他四名队员在飓风中跟队伍走散了 之后,吴邪与阿宁等人误入一片亚丹地貌的魔鬼区域 因为许多人在此地迷失或丧生 因而此地也被称为魔鬼城 进入城内,众人几经波折 在一处巨大的沙海沉船上发现一种西王母罐 罐子里装着用于祭祀的人头 而人头里竟孵化着狮鳖王 煞事间,狮鳖王破骨而出疯狂袭击众人 吴邪和阿宁在慌乱间再一次和大部队失散了 一连在沙漠中走了许多天 两人的干粮和食物早已耗尽 就在吴邪垂死之地时 盗墓铁三角的胖子和闷油瓶 如同天神降临救下了吴邪 随行的还有三叔的亲信潘子 在潘子的一番解释下 吴邪得知 原来三叔吴三行的队伍 一直跟着闷油瓶留下的记号 尾随在阿宁团队后面 其目的是为了混进阿宁的队伍 打探求得考的真实目的 于是吴邪、阿宁、潘子、胖子 闷油瓶三方人马一起出发 而三叔一行人则一路跟在后边 之后 众人根据陈文锦的笔记 以及地貌特征一路跋涉 终于在魔鬼城圈内 找到了传说中的塔木陀 并在这里发现了 沙漠中的陨石坑绿洲 这个绿洲是柴达木盆地的最低点 雨水汇聚 又以地势形成瀑布或溪流 并在低地冲刷出沼泽 风水绝佳乃是昆仑山脉 龙脉之祖的薄岩所在 而在绿洲的入口处 有个人参鸟图的雕像 想必这里就是西王母国的遗址了 这个人参鸟面像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在彪子岭 以及云顶天宫中 都曾出现类似的图腾 而人面鸟 实际上是西王母的图腾 三青鸟 之后 众人进入绿洲 里面郁郁葱葱 层灵叠翠 就像是未经开发的 原始雨林一般迷人 但迷人的背后 通常都代表着极度的危险 众人很快就遭遇了 巨蛇双灵大蟒的袭击 而后 众人发现了一条巨蟒的骸骨 里面有一具尸体 这个尸体和在七星鲁王宫的 那具外国人尸体一样 他们的腰带上 都刻着0220-0059这串数字 同时这串数字 也是开启八重宝涵的密码 这里我们补充一下 0220-0059 是战国博书上隐藏的一段数字 由汪藏海设计 被称为天术 后被囚德考破译出来 用作自己公司的注册号 他的员工所佩戴的皮带上 都有此编号 所以眼前这具尸体 应该是囚德考的手下 之后众人一路逃到丛林腹地 此地被称为蛇爪 在这里 吴邪遇到了一种 叫野鸡脖子的毒蛇 野鸡脖子是一种 头颈高高昂起 弹跳力极强 移动速度超快的剧毒纹身蛇 阿宁就是被野鸡脖子 咬伤脖子 香笑郁郁 他也是本书中 死得最潦草 最匆忙的主角团之一了 我还以为后面会复活 结果真的死了 而这也让吴邪大受打击 难以走出阴影 他不想让阿宁尸体魂归他处 便带着尸体一路前行 在来到一处沼泽地时 陈文景突然出现 闷游瓶见后狂追而去 吴邪等人眼见追不上 只能返回原地 结果阿宁的尸体却不见了 看痕迹 应该是被蛇搬走的 在原地等待闷游瓶时 吴邪点燃信号烟 像跟在后面的三叔侍警 不料三叔回应的信号烟 反而出现在蛇爪的更深处 而且信号烟的颜色 代表着极度危险 在警示吴邪不得靠近 但吴邪几人还是决定寻找三叔 却遭到了长着人面的 飞蛾的袭击 而且丛林下方 还有着数量极多的野鸡脖子 以及被野鸡脖子控制的 行为怪异的阿宁尸体 双方自然避免不了一场大战 潘子在缠斗中不幸受伤 几人掺着潘子 逃到一座巨大的神庙遗迹中 并让人先把潘子送出去 在神庙里 几人发现了三叔 遗留在此的露营地 但奇怪的是 三叔一行人 却神秘失踪不见了 不过 营地里却留下了三叔的一句话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 西王母宫入口 这一去无回 自此永别 这让无邪隐约感到事情不妙 这时 追陈文景吴果的闷油瓶 也赶来会合 在这漆黑诡诀的神庙中 无邪几人又将遭遇什么 且待我们下期再继续